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公司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 开启了万能家中云Family Cloud的产品项目 目的是为了研发一款家庭环境下才嵌入式终端设备 我们希望该设备能够注重本机化的算力以及存储过 成为边缘端的私有云 保护用户个人数据隐私 同时我们希望家中云能够成为智能家居的控制中心 以及家庭里的数据动性 基于此想法 我们有幸与黄向东老师建立联系 并取得合作 我们希望将IoTDB作为我们产品的数据存储工具 那么首先我将简单的介绍一下IoTDB IoTDB是一个一体化收集 存储 管理与分析物联网时序数据库的软件系统 具有轻量式的架构 那么在官网上 我们发现 IoTDB其实是为了应对工业场景上的各种数据存储情况所创造出来的 比如高端设备 本机控制器 以及云数据的管理 那么我们希望选择一个新的环境 我们认为IoTDB也许能够在家庭场景下有所发挥 在工业场景下 IoTDB展现出了六个特点 它具有高存储量的数据存储能力 而且有以路径访问形式的一个高效的树状数据结构 还有对开发者十分友好的丰富的查询语具 硬件成本低 部署灵活 以及与开源生态系统有几名的集成 基于这些特点 我们认为 IoTDB是完全能够满足家庭场景下的一个数据存储需求的 在家庭场景下呢 我们发现数据的来源大多是一些智能家居设备 或者是家庭医疗的一些设备 这些数据大多来说都是与时间有强关系的 比如扫地机器人 空调 心电监测仪等 因此具有高吞吐量的IoTDB 是完全能够满足这类数据的存储的 同时 较低的硬件成本方案 也为我们的产品带来了一些优势 低成本方案的IoTDB 使得我们选择的ARM架构芯片 能够选择更多的芯片类型 低成本的IoTDB 使我们能够选择更低成本的ARM架构的芯片 压缩了我们的产品成本 右图展示了我们对IoTDB 在家庭场景下的一个基本应用的理解 我们结合了联邦学习的模式 我们希望以家庭为单位 IoTDB部署在家庭当中 所有与时间相关的智能家居数据 以及家庭医疗数据 都将汇总在本地的IoTDB当中 再通过家庭云的一些本地AI服务算法 对IoTDB里的原始数据进行处理 打标 生成用户标签 最后呢 我们在经过用户允许的情况下 可以将用户标签上传到云端服务器 进行用户画像处理 这种分布式的一个数据处理方式 是被称作为联邦学习的模式 能够在端侧进行数据打标处理 保护了用户的个人数据隐私 但同时呢 也能够将标签汇总 进行用户画像 为了更好的帮助大家去理解 IoTDB在家庭场景下的应用 我将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的家庭云Family Cloud的产品 我们认为在现阶段数字应用领域里 电脑和手机已经成为了主流的平台 电脑注重于算力 手机呢 注重于用户交互 在以后 在未来 我们认为 会诞生出第三大基础应用平台 而且该平台并非是凭空诞生的 应该是结合了现阶段一些高新的技术 结合了一些操作系统的优点 成为一个集成性的新平台 能够兼容现阶段的开发应用 随着芯片的算力增长呢 还有人们对数据隐私越来越重视 我们认为许多云端的方案 现在是能够被本地化部署的 因此 我们对家中云产品的定位 就是内置本地的算法服务 大存储户 保护用户个人隐私 更详细的来说 我们希望 家中云能够具备以上的几个功能 本地的NAS大存储功能 以及能够内置一些本地的AI算法 物联网 家庭智慧医疗 以及注重用户交互的数字人 我们希望打造一个 嵌入式的端侧设备 那么该设备具有大存储 也具有高算力 能够成为家庭的数据中心 以及物联网的控制中心 同时呢 通过数字人与用户的互动 使得家中云也有一个较强的人际交互能力 那么为了打造这样一个 既注重用户交互呢 又注重本地算法服务的一个平台 我们结合了两种操作系统 安卓和Linux 在现阶段的社会呢 基于ARM架构的产品 是非受发展的 尤其是针对于手持端的设备来说 ARM架构的处理器 被广泛应用在嵌入式的终端设计里 因此我们的家中云也采用了ARM架构的芯片 由于安卓是市场份额占比最大的一个操作系统平台 为了兼容各种各样的安卓应用 我们的产品以安卓为基础的操作系统 但是同时呢 我们在成都阿加西公司的技术支持下 他们将安卓做了一些代码补权 让Linux以APP的方式运行在安卓当中 同时他们做了一些集成 将相关的AI框架集成进了这个APP里 构成了一个新的安卓加Linux加AI的一个全新的操作系统 这是一个集成的系统被称之为AdLearning 我们的家中云就采用了这样一个新的集成系统 这样我们认为能够满足以安卓为基础的用户交互 并且能够部署一些本计划的算力 算法服务兼容一些AI的功能 我们认为这种集成呢 使得机器的运作方式更接近人类 这样一个跨平台系统 我们也希望能够激发开发者们去创造 去开发一些更具有创造性的 跨时代的一个最适应用 基于这样一个集成系统 安卓加Linux加AI 我们发展了许多应用领域 其中之一便是家庭医疗领域 在家庭医疗模块里 我们发现家庭医疗的数据大多是时序数据 这与时序数据库LTDB是十分契合的 并且不同于专业级的医疗系统 家庭医疗注重于人体的健康监控 和异常提示 因此长时间的持续监测 数据的持续传输和大数据量的重处 成为了一个家庭医疗的关键 特别是在中国 家庭医疗仍然处于发展中的阶段 而且个人的医疗数据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但是我们会发现市面上大多的家庭医疗设备 都采用了银端的部署方式 即他们的设备会通过蓝牙传入到手机 手机作为中转将数据传输到了银端 进行数据处理 更成一些医疗的健康报告 最后再下发到用户 这样的一个流程并没有保护到用户的个人隐私 所以我们希望家庭医疗这样一个平台 能够在本地去做一些医疗的数据分析 然后把数据存储起来 最后将结果也能够返回给用户 所有的流程都在本地完成 保护了用户的个人隐私 在探索数据这一块的存储 我们发现IoTDB 可能能成为家庭医疗领域的一个最适合的存储工具 因此我们将IoTDB作为家庭医疗数据的存储工具 设计了一个家庭场景下 用户佩戴新电监测的设备场景 我们之所以选择新电设备是因为 在家庭的医疗领域内 新电设备具有很高的采样率 每小时数据的存储量特别大 我们希望通过新电设备能够检测出IoTDB的负载能力 是否满足这样的存储需求 但是在探索的过程中 其实遇到了许多困难 因为我们发现现阶段市面上 在中国的市场里 大部分的新电设备或者别的家庭医疗设备 都是软硬间一体的 并且没有一个统一的通讯协议 最终我们有幸与北京大学旗下的修美公司达成合作 对接了一款微灯式的新电监测设备 这款微灯式的新电监测设备 与别的市面上的新电监测设备是不同的 微灯式的新电信号采集技术 是由北京大学李志宏教授主导引发的 它的电极抗感染能力强 采集到的新电信号更为准确 同时呢 贴片不像市面上的胶式的 新电贴片 它不容易脱落 最大的特点是 微灯式的新电监能够持续24个小时 以512赫兹 甚至更高1000赫兹的采用率 去采集新电数据 并实时的发送给 通过蓝牙翻速发送到端侧设备 因此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设备 能够测试LTTB的一个负载能力 所以 结合了加东云设备LTTB和微针的新电 我们设计了一个家庭环境下 基于LTTB存储的新电监测成品 在家庭场面下 家庭成员佩戴了微针式的新电鱼之后 新电设备会通过蓝牙的方式 将数据传输到手机端 在这一过程中 为了保证数据的网络传输过程中 不会丢失 我们在手机端内置了一个LTTB 这借助了成都阿加西公司的 安卓加Linux技术 在安卓手机端 我们为LTTB打造了一个Linux环境 因此 新电数据会先暂时通过蓝牙 传输储存在手机本地的LTTB 然后直到手机与万能加中银 在同一个局网的情况下 数据会通过tsfile同步工具 在手机的各个手机端 会全部汇总于加中银的LTTB 最后在万能加中银的Linux环境里 我们部署了一些AI的相关算法分析服务 通过一些本地的算法分析 我们会生成一些健康报告 最后反馈给用户的手机 或者是外接的显示器上 在这个流程中 我们选择在手机端内置LTTB 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因为考虑到了用户 能够在户外的情况下 也能够配戴新电仪 并且将数据能够保留下来 在脱离加中银的情况下 我们需要在手机端内置一个LTTB 将新电数据暂时存于手机端的LTTB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 LTTB具有一个实用方面的tsfile同步工具 方便在同一个局网的情况下 做多数据的汇总 那么在这个场景下 由于新电数据的充足量是特别大的 我们对数据量进行了一个粗略的计算 对于512赫兹采样率的微增式新电来说 它的原始数据点 以两个无符号字节表示 原始数据会通过蓝牙传递到手机端 这个时候会被转化成 加把环境下的float类型节面 占4个字节 再加上时间粗的8字节 以及一个单位幅的5字节 我们发现每一个数据点 每一个新电的数据点 大约占用了13个字节 因此我们粗略地估计了一下 每一个小时的新电数量 数据量 对于一个原始数据 新电的原始数据来说 每个小时大约占3.5兹左右 当到达了手机端时 数据在Java的环境下 会占用22.85兹左右 最后我们发现 经过IoTTP的优化 存储 数据压缩以及落盘 最终 新电数据在 IoTTP里 只占用了大约5兹左右 数据压缩率大概是22% 另外呢 我们也优化了这个过程 考虑到了 浮点类型数据的 字符占用太多 我们选择使用 Int类型的数据去占用 去表示数据量 去表示新电数据 那么这个时候 可能会大约缩小15%的数据量 会使得数据会更少 由此可见 在多用户 长时间佩戴新电仪的情况下 不论是手机端 还是万能加动云 这个数据量 并不是特别大 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IoTTP的另一个优点 是它具有高效的 数状数据结构 图中展示了我们 家庭内多用户在使用 心电仪和血氧仪时 IoTTP的一个数据结构模型 我们参考了IoTTP官网的 风电厂数据模型 也执行了相关的 IoTTP Committer 最后折出了这样一个数据模型 这个模型中我们发现 家庭场景是不同于工业场景的 它会省略一些层级 我们以整个家庭的家庭医疗模块 为Storage Group 那么每个用户 成为一个不同的节点 最后用用户佩戴的设备作为实体 测量的数据和处理过的数据 作为物理量 存储在IoTTP当中 另外还配置了一个日立像 用于记录用户佩戴 这些家庭医疗设备的时间点 那么对于开发者来说 这样的一个数据数据结构 是十分容易理解的 也是高效的 而且以路径的方式访问数据表 使得整个开发流程 十分的清晰和便利 那么作为一个开发者 我想谈一下 这一段时间使用IoTTP的一个感受 虽然IoTTP的许多工具和接口 是针对于工业场景下的应用的 但是我们发现这些工具和接口 在家庭上面下的使用也是十分合理的 另外在上手IoTTP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它的学习时间成本并不高 上手很快 很容易理解去使用 这也是一个开发的优势 那么我会简单的介绍一下 在使用IoTTP的过程中的一些细节 图中是我们在手机端的时候 新电APP与IoTTP的一个交互过程 我们在手机端 安卓手机里 内置了一个AdLearning APP AdLearning APP为IoTTP 创建了一个Linux环境 那么新电APP可以通过Localhost 6667端口 与IoTTP进行通讯 可以进行数据的存储组写 那么在后期我们希望优化这个过程 我们希望IoTTP能够兼容安卓系统 这样我们可以在一个APP里完成这些操作 连接池 SessionPool也是IoTTP里面一个非常便捷的模块 它具有简单的创建方式 那么右图是我们在开发APP的过程中 对连接池的一个创建的实例 只需要定义六个参数就可以创建连接池 并且SessionPool与限制池的结合 使得手机这边与IoTTP的连接更加的高效 消耗的内存更少 程序的运行得到了优化 并且SessionPool能够进行自动的管理 与数据库的连接 它的规则是当一个连接被用完之后 会自动返回连接池中 等待下一次被使用 当一个连接损坏过后 它会从池中被删除 并且重新创建一个连接 重新执行用户的当下操作 这样一个自动的连接池管理机制 简化了开发过程 开发者在使用IoTTP的时候 并不需要过多的对 注重的连接上做一些过多的代码编辑 一些操作 仅需要创建一个连接池笔坏 在查询语句的层面 IoTTP拥有丰富的查询语句 对此我们只仅仅列举了部分 我们在开发中使用到的 一些查询语句类型 最常用也是最基本的 便是时间过滤查询 以及按时间降序查询 另外IoTTP内置了许多聚合函数 能够进行最大值最小值均值查询 这对于我们做一些数据的异常提取 以及简单的数据处理 十分有用 那么它IoTTP有一个十分特别的查询方式 便是时间区分时间区间分组查询方式 如右图所示 它构造了一个时间滑动窗口 内置了一个查询的规则 并且设置了滑动的补偿 就这样IoTTP能够根据这些 你规定好的规则 滑动的以时间窗口为一个 条件去滑动的查询数据 最后 IoTTP能够支持一些Limit和Offset的数据 这能够控制开发者去查询 去查询数据的时候的起始位置 以及查询结果的数量 对于同步来说 IoTTP的同步工具使用也是十分便捷的 只需要配置两个同步文件 同步的配置文件就可以让IoTTP进行数据同步 对于同步发送端来说 需要通过脚本单独启动同步模块 而同步接收端则是内嵌在IoTTP的运行程序当中的 另外我们可以修改配置文件去控制同步的周期 可以选择一天一小时或者一分钟同步一次数据 最重要的特点是IoTTP是支持多对一的发送接收同步模式 如右头所示 IoTTP允许多个发送端同时同步数据到接收端 至于我们所设计的家庭医疗场景的数据同步方式 是十分吻合的 我们可以做数据汇总 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我们发现 这种用脚本启动同步我们模块的方式 我们无法获得同步成功的结果 在工业场景下 也许不需要获得这样的反馈 但是在家庭场景下 我们是允许用户进行手动同步的 当用户用手动同步的时候 需要去知道同步的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 所以我们希望在后续的开发里 建议IoTTP能够封装一些同步的接口 去将同步的成功或者失败的信息返回给用户 那么以上是我们探索出来的 IoTTP在家庭场景下的应用 我们觉得这是一种新的尝试 我们也认为IoTTP不光能够在工业场景下 又是发挥作用 它能够完全的进入消费级的家庭领域 在未来 我们不仅会扩展家庭医疗的设备 接入IoTTP 我们还会加入智能家居的模块 我们认为智能家居模块的数据 也是与IoTTP是十分契合的 我们希望结合智能家居和IoTTP 做一些尝试 那么对于之后IoTTP的发展 我希望IoTTP能够考虑兼容更多的操作系统 尤其是占有率最大的安卓操作系统 这将会扩大IoTTP的使用场景 让越来越多的开发者去了解去使用IoTTP 最后呢 如中的希望IoTTP的发展越来越好 也希望这次的演讲能够激发开发者们 思考IoTTP更多的应用场景 以上就是我所有的演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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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